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Word2016视频教程 本次我们来学习第四章的第二课 图片的编辑修改等相关的操作 我们上节课呢,讲过了就是说 从电脑上或者从网络上插入图片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关于图片的一些编辑修改等相关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啊 就是调整图片大小与旋转图片 第一点,通过鼠标方式调整 那么前提是我当然要插一张图片过来 那个天空 然后我们先选中图片 将鼠标移动到这个位置 单击就选择好了图片 这时候再看到在图片的周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圆圈 这个小圆圈的数量呢,是八个 我们鼠标移动到左右这个位置 它就会产生一个缩放 对吧,这就会调整图片的一个宽度 这个呢,调整图片的高度 但是我现在想 斜过来它就会 这样说法呢,它就会保持图片的一个宽高比 它会锁定图片宽高比 不会随意的改变这个宽度和高度 这就是调整图片的一个宽度和高度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这里面呢,这就是旋转图片 它可以旋转 这就是第一种通过鼠标的方式来调整大小 选转 我看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大小命令组来精确调整 我们选中图片过后呢 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功能区这个地方呢 会增加一个选项卡 是图片工具格式选项卡 我们单击一下 在这里面呢,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命令 那这些命令呢,都是关于调整图片的相关的操作 这么多 我们叫鼠标移动到大小这个命令 在这里面,看到啊,这边有高度、宽度 这是精确调整图片的宽高的 比如说 12 OK 就行了 再选中它 这来个 20 对吧 大家看我调的时候,它不仅宽度变了 高度也变了,是吧 而且我刚才调的是set,为什么突然改成13了呢 这就是,我们在这边单击一下 弹出布局对话框 在布局对话框里面,我们情况下大小选项卡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有精确调整它的高度 宽度 旋转 旋转的角度 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点 是锁定中横比 我们刚才调整宽度呢,我们刚才调整宽度呢,它高度也才能变化 这就是它这个中横比被锁定的,我们将这个取消掉 点击确定,我们将宽度调小 12,确定 然后看它的宽度是没有改变的 是吧 这就是 一个精确的调整它的宽高比 我们看一下第二点 移动图片相关操作 选中它之后呢 我们要移动这个图片呢 就比较困难 这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就是设置图片相对于页面的混排的方式 它要与页面的文字有一个混排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单击格式 单击自动换航这一边 这边 我们选 这边是环绕文字 我们这边单击一下 看看这边有很多很多种环绕的类型 我们单击四周型 单击好了之后呢 现在可以随意的移动了 看到没,缩小一点 看 这就是一种图片和文字的一种混排的方式 我们看第二点 通过鼠标直接移动图片 这个就不用讲了 我们看第三点 通过键盘方式移动 那就是键盘上的键头 看到没 这就是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头 可以来移动 如果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来移动鼠标呢 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就是复制 这就是复制 对吧 当然你可以点击右键 复制 再点击粘贴 也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那我们看看彩检的图片小点 呃,彩检 点击它,格式 这边有个彩检 那么彩检是干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想要图片的一部分 其余的我不想要了 那么单击之后呢 这个八个黑色的小书线呢 就是这个彩检的一个范围框 然后拖动它之后 那我只要这一部分 单击 Enter减 就可以了 这就是彩检 然后这就是一些彩检的一些内容 还有彩检为形状 还有纵横笔 它会自己给你彩检 填充 是吧 还有调整 这里大家去下面试一下 这没事有什么难理解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调整图片的一个试点的内容 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知识点 我没有写上来 那我在这边呢 也给大家讲一下 比较重要 就是说我们挨自选中图片挨自往后面看 删除背景 点开一下 那么 这边呢 删除点开之后呢 就是就相当于PS里面的蒙版 它会把我们背景给蒙住 对吧 但是它并不是很准的 但是它并不是很准的 它这个因为图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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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自动计算的 这方面 这方面不是很强大 然后如果说你确定好了就保留更改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删掉了一些背景 只留下前面的一些想要的东西 让我们看看这个亮度 看到没 柔化和锐化 锐化 我讲一下 锐化是什么意思呢 锐化就是说 它会给图片变得更加清晰一点 柔化就是变得更模糊一点 对吧 这就是更正它的锐化 还有亮度对比度 亮度就是越来越亮 对比度呢 就是说白色的和黑色的对比更加明显 白的越白黑的越黑 这相当于色界 PS里面的色界 对吧 这个大家也可以下去自己测试试一下 这就是更正 点击之后 这边还有可以弹出来详细的设置 就跟我们之前讲艺术质的设置方法也是一样的 让我们看艺术效果 这个就相当于PS里面的滤镜 对吧 相当于PS里面滤镜 这个也没什么意义 有这些东西我还不是PS里面做了 在这里面做太没劲了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边还有个蒙版 给图片加边框 加各种边框 这里面如果说你觉得这里面还不够 可以单击下面还有很多 供大家选择 这就是它的一个图片样式 然后还有我们打击重色图片 然后重色图片大小 这就是你改过之后呢 如果说你改错了可以直接重色一下就可以了 更改图片呢就是说 我想把图片换掉 来自电脑上的文件 或者来自在网络上的文件都行 压缩图片呢就是说 你把这个图片给它压缩 打印的时候有用 压缩之后打印之后就会 速度回来会好一点 然后看看边框 图片的边框 图片也会有边框的 我们加一个边框色 黄色 大家能看得清楚吗 我把轮廓加粗一点 对吧 然后这边有轮廓 然后想要 然后虚线 来一个虚线 对吧 不想要了 无轮廓 对吧 然后看图片的效果 我给它加个阴影 看到没 然后再加一个 内部的 这个图片和阴影 阴影下面的 印象发光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在我们前面都讲过的 还有三维立体 这个看不到了 还有发光啊等等 那我们撤销一下 这就是这边的一些功能和作用 还有看看位置 文字环绕型的 这边 这边是就是调整图片 在文章 文章中的一些位置 这边也 看看环绕 环绕型 看看其他布局选项 这边位置 水平对齐 随之这边 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详细的讲到 现在先不急 然后看环绕方式 嵌入形 四周形 密形 穿越形 上亚形 还有穿越文字上方 穿越文字 穿越文字的下方 就是说 比如说 穿越文字下方 那我现在看看 这个字呢 文字就会在图片的上面 这就是穿越文字的上 下方 我们看看 穿越文字的下方 就是相反的 它会盖住文字 图片在上面 这就是位置 这边也没有这么讲了 文字环绕了 我讲过了 大小呢 也讲过了 这边 这边的布局对话框就没有了 还有上移一层 下一层 就是说 选中它 下一层 上移一层 就是说选中这个图片 格式 上移 下一 这个也没什么意义 对齐 左对齐 我们选 它已经是左对齐了 我们给它缩小 左对齐 水平居中 跟字体是一样的 顶端对齐 它已经顶端对齐了 还有很多很多这里面 这里面呢 别的也没有 这边都一笔带过吧 这边没有什么 纵向分布啊 对齐页面啊 有些知识点呢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讲到 这节课呢 只是说给大家 介绍一些很常用的 大部分的图片修改功能 还有一些比较不常用的 那我们在后面再详细的讲解 还旋转90度 水平翻转 等等等等等等 拆检都讲过了 好了 那么图片的修改呢 就是说从调整 到图片样式到排列到大小 基本上就这些内容 如果大家下去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百度吧 因为这边 我真的觉得这边也没什么好讲的 只要一提 都基本上都能明白 是吧 重色图片 主要是我们这节课的图片 图片的一些修改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要讲重点 讲一下一个自选图形 这节课 下节课也很重要 好 那么这节课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